大家好,歡迎收看股市英雄,我是陳建雄 昨天這個大環下跌300多點 美國股市是跌了1000點,大家都很擔心 但是我在昨天跟大家講說 你要把握利空衝擊下的買點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我在節目上也跟大家講 我說接下來11月份是美國的期中選舉 台灣也要做選舉 所以這裡政府不會做事這個股市往下跌 包括像我在節目上也跟大家講說 接下來9月份升息之後 美國開始會進入一個升息的空窗期 這些都是告訴你說 上個禮拜五美國股市下跌了1000點 這個基本上是一個利空在做測試底部的支撐的動作 我認為這個拉回是要站在買方的 我昨天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所以你看今天有一些個股 像我們手上的股票像8996的高利 今天再度的拉漲停板創新高 這一波已經漲了一倍上去了 所以接下來再告訴大家 還有什麼樣的標的、什麼樣的產業 未來有具有可以上漲五成 甚至挑戰一倍的機會 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來做分享的 好,首先來看一下 請先加入我的官方Lite 小老鼠WO888 因為我說我的官方Lite裡面 常常會有一些新的資訊在裡面 那如果說你是我的忠實觀眾 如果說你是有加入我Lite的投資朋友的話 我的Lite幾乎每一天都跟你講高利 就是會漲 這漲個股是我們的核心持股 什麼叫做核心持股呢 就是說我們的所有的會員都有 而且比重是最高的 這個叫做核心持股 就是我強烈看漲的股票 那如果你是我的Lite的這個朋友的話 投資朋友的話你一定知道 那你看我這個YouTube頻道的話 你也都知道 因為我幾乎每一天都在節目上告訴你 清燃料電池這個產業它的前景在什麼地方 我相信你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這個官方Lite其實還是滿重要的 這是有差別的 如果說你沒有我官方Lite 你不曉得到底 到底為什麼高利可以漲五成可以漲一倍 你不但不曉得 而且你不知道應該去做一個佈局 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所以你會錯失掉很多讓你大賺的機會 這是我告訴你為什麼要加入我官方Lite 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我會每天都會把我們在盤面上 看到一些比較強弱勢的 這個強弱勢的主流做個追蹤 還有後世 還有什麼具有盛種的機會的族群跟個股 來跟大家來介紹 這是我官方Lite裡面會跟大家介紹的內容 那投資朋友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路上大盤再往上漲 它並不是每天漲的 它也經過過台海危機 它也經過像你看上個禮拜 這個美國股市崩跌 所以每一次的這樣子震盪的過程 其實它造成的每一次都是換手 那沒有信心的符合一清出去 然後一批有信心的進來 沒有信心的符合清出去 一批有信心的進來 這樣子你可以發現到 真正好的股票可以漲三成 漲五成 漲一倍 在這邊的過程它經過多少次的換手 經過多少次的震盪 經過多少次的棋盤 沒有經過這一段人都不曉得 所以這個官方Lite建議你可以加入 另外如果你是看YouTube頻道的話 按讚、訂閱、分享跟開啟小鈴鐺 那麼你接收最新的第一手資訊 因為我的這個節目有時候是五點播 有時候是下午兩點半 最近這一段時間都會做這個調整 像我現在的時間是下午兩點半 那麼這兩個禮拜都下午兩點半 過兩個禮拜之後就是下午的五點 所以我的這個時段可能不是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加入的YouTube頻道 加上去以後你把它訂閱下來 那訂閱下來以後 我們只要有新的影片 只要有新的影片出來 你就第一個時間收到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很多投資人會問 老師這個美歐股市不是下跌嗎 昨天還在跌 台股為什麼今天早盤 曾經漲成100點 最高漲100點 然後尾盤拉回來剩下漲20幾點 那今天台股到底在漲什麼 你看這一則新聞 證交所說台股如果非理性下跌 將執行穩定市場的措施 這告訴你什麼事情 我昨天有沒有在節目上跟大家講 我說不管是美國或者是台灣 都已經接近到選舉了 那麼除非 我說除非執政黨他放棄了 否則他不可能做事股票 這種一路下跌 不管是台灣或者是美國都是一樣的 所以你看昨天台灣才跌300多點 你看證交所馬上跑出來講 如果台股非理性下跌 將執行穩定市場措施 有沒有看到 我告訴你 美國股市也一樣 也是一樣 因為不可能 你不可能執政黨 你這個地方現在兩黨競爭那麼激烈 你不可能說這個選舉你不顧著 你要掌握這個權力 你一定要拚 那你說選舉之前股市這樣一直往下跌 他還要選嗎 就不用選了嘛 對不對 用腳趾投降也知道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他一定會去想要去互助盤 會一定要互盤 甚至去做拉抬動作 所以我跟大家講這個地方 你不用太緊張說這個盤 美國股市跌成這樣子 你就開始擔心害怕了 你可以看到我在節目上有沒有跟大家講 我說指數呢 這邊會正正慢慢的震盪往上 重點在選股重於大盤 你要選擇什麼樣的購物才是重點 因為你不是做大盤的 除非你是做期貨 你做指數期貨 那當然這個指數對你就有關係了 如果你不是做指數 你不是做期貨的 這個大盤基本上 這邊震盪的過程面 不是會造成很多好的股票 持續的震盪走高嗎 這不是你換賺錢的機會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到 你看我在上禮拜跟大家講 我說原泰 8069的原泰 我告訴你這檔個股呢 它會怎麼樣 它會怎麼 它會走一個大空的模式 它容卷居高不下 而且這個地方是坐頭不成反乘底 那我教過大家怎麼樣 去看主力大戶有沒有進場的跡象 這是其中一個什麼 進場的跡象 坐頭不成反乘底 你看當時在217塊 211塊這個地方 有沒有 8月16號原泰 結果到8月18號拉漲停 238塊錢 漲到21塊半上去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看 8月19號原泰這個地方開高上去 最高到255塊撒下來 然後而且爆大量 爆量收黑上引線 當年可能很多人就不敢講原泰了 或者很多人說原泰我賣掉了 但是我告訴你什麼 我告訴你它在製造故意難看的K線在右空 這是我在8月19號告訴你原泰 我告訴你持續看漲 好 隔一個禮拜過去你看 今天8月30號的原泰 8月30號的原泰今天收247塊錢 你看它快要過新高了 你看這一根大量這一根K線 這一根K線是什麼時候 這一根K線是在8月19號的時候 這一根K線你看它收盤收241 241.5 對不對 那你今天看8月30號今天收247了 所以如果你是原泰 當天你看它爆大量上引線 爆量收黑你把它賣掉 你看尾盤受不了你把它賣掉 你賣完之後基本上你賣的 你是屬於賣錯的為什麼 因為今天是247塊錢 如果你看它往下跌你把它賣掉的話 基本上你是賣錯的 更何況是 更何況是我告訴你 我持續看往上搭空不變 你看整理的將近快一個禮拜的時間 在那邊整理整理整理 看起來很像要往下面跌 但是你看昨天美國股市跌1000點 台股跌300多點它開低走高 今天台股開始震盪往上之後 它又開始收紅上去 你看收盤價已經創下新高了 所以未來基本上255塊這個高點 我認為它會來做什麼 會來做挑戰 會來做突破 我跟你講持續往上看搭空不變 你看這段震盪過什麼 它在幹什麼 它在洗融資 你看這個融資是不是減掉了 好 包括像3504的陽明光 你看它今天為什麼攻上去 因為它正好回撤到支撐點了對不對 像這種各5基本上你不要看它 看起來像是個盤頭 我跟你講這個屬於高資在整理 它目前的捐資比有50% 也就是說一半做多人 基本上有一半人去放空 有一半人去放空這檔股票 所以像這種各5認為一樣 空單如果沒有做一個回補的話 它一樣往上來做挑戰高點 甚至突破全破高點 它都有這個挑戰全高的機會跟實力 因為它屬於高資它來整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 已經有一些個股這個地方 它其實它整理了一段時間以後 它開始不耐久盤的符合開始輕出來 融資開始在減了對不對 因為最近在大盤衝上去季線 又跌回到季線 甚至在跌破月線 那很多人看技術面的人會覺得說 跌破月線又轉弱了 跌破季線又轉弱了 所以要賣股票 OK啊 你賣完以後開始股價都跌不下去了 我跟你講過這個地方 基本上它還沒有走完嘛 所以大盤這個拉回的時候 基本上震盪拉回的時候 是你要利用7月去做站在買方 是站在買點不是賣點 是買點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這檔個股你看8、9、9、1的高利 你看我們怎麼操作的 7月20號告訴你 這檔個股做頭不成反成底 在這個地方剛剛開始往上漲 剛剛開始突破而已 我就直接告訴你 這檔個股後面會往上面大漲 我跟你講說你要趕快跟我進場佈局 這在7月20號跟你講的高利 好 7月28號再告訴你一次 7月20號在這裡 它震盪的1、2、3、4、5 震盪5天 第6天它開始慢慢震盪往上 我告訴你 這檔個股有大量做換手動作 我告訴你後面還會大漲 告訴你要趕快來做進場佈局 趕快把握機會跟我上車 後面這檔個我還會漲 當時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說 做頭不成反成底 就是有多頭主力大戶進場的跡象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多頭主力大戶進場的股票 他們進去來做操作的話 基本上三成起跳 挑戰五成後面有機會到一倍 這是我在節目上跟大家講過的 我相信你看我這麼久的節目你都知道 所以我為什麼跟你講說 它已經上去了 但是我告訴你 還是要做多還是要買進 因為後面還會再往上面漲 這是我在7月28號告訴你 高利這檔個股八卓絕對的高利 好我們看7月29號 你看前一天我跟你講要買7月28號 7月29號是供漲停板的 所以當時我就跟大家講計華新光 華新光我們大概賺八成 計宏達電 宏達電大概我們賺四成 我們這檔個股我們獲利了結之後 我們又一檔個股多頭主力發動的股票 這檔個股是8991的高利 我在7月29號告訴你講 這檔個股我們不及成功賺漲停 對不對 我說計華新光 宏達電大賺之後 又一檔多頭主力發動股 7月29號跟你講 再跟你講一次 好 8月1號我告訴你 氫燃料電池的故事將展開 因為當時市場上還沒有人注意到 高利到底在漲什麼 沒有人知道 高利在那邊漲到底在漲什麼東西呢 高利是幹什麼的 這檔個股為什麼會漲 很多的問號很多的疑問 但是我就已經提前領先告訴你了 我跟你講 這檔個我們布局之後 它股價是不是往上面大漲 我們還要這個地方 它往上大漲上去 我告訴你 氫燃料電池的故事將展開了 我就跟大家講過 股價剛開始往上漲的時候 主力大會不會告訴你什麼原因的 就沒有人知道 就沒有人知道它為什麼漲 所以它才會大漲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籌碼是最乾淨 那時候投資人是不敢進去的 你看這個地方融資都往下接 融資都不敢進場了 都退出來了 你看融資退出來的時候 是在什麼地方 融資退出來的時候在這裡 在起漲區 這個位置區 這個位置區就是我告訴你要買的時間 對不對 好 那你看後來漲上去的 是不是很多人開始追了 很多人開始追了以後 結果開始進入一個整理格局 那我跟大家講說 826號我跟大家講說 這個叫什麼 這叫高姿態的整理 我們買在這個地方 已經先漲這個地方 已經先漲到六層上去了 那這邊做一個高姿態的整理 那我告訴你這兩個 826號我告訴你 8996的高力氫燃料電池 還會再往上漲 好 那你看到825號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是81.7到79塊錢 大概80到81塊附近 你看到後面到825號的時候 它已經漲到91塊了 從我跟你講的60塊錢 一路往上漲 漲到80塊錢 漲到80塊錢 我又告訴你這項客我還會漲 又漲到91塊錢了 好 漲到91塊錢 你怎麼告訴你還會漲 還沒有漲完 還會漲 為什麼 你看一下我當時在節目上跟你講什麼 我說重慶在限電 大陸近期限電的情況 我們跟大家講 我說現在大陸在那邊限電 所以未來這個限電的這個趨勢 越來越明顯了 因為天氣不穩定 那有什麼東西 有什麼產業可以取代水力發電 可以取代太陽能發電 可以取代風力發電 因為我跟大家講說這三種發電 都要靠大自然的力量 都要靠天氣的力量 這個是不穩定的 那氫燃料電池就不需要 濾氫產業就不需要 好 8月26號告訴你 結果你看 8月26號你看 這個德法電價失控的 有沒有看到 德國跟法國歐洲電價失控 也是持續的往上飆 電價往上飆 沒有 因為缺電嘛 所以我跟你講說這個缺電的模式 基本上你看 這個能源部緊急會議討論歐洲 用電的解決方案嘛 那怎麼解決 濾氫產業嘛 濾氫產業爆炸性成長嘛 8月27號我跟大家講說 馬斯克罵蠢 比爾蓋茲貝佐斯追捧什麼 追捧濾氫產業 這個產業是爆炸性的成長 關鍵設備今年次倍的成長 你看這個訊息都是在基本上 我都是在節目上跟大家分享的 都沒有人在講啊 沒有人看好 沒有人知道說到底 這個濾氫產業是什麼東西啊 沒有人知道真正的標股是什麼 899的高利是怎麼標上去的 我告訴你還會在漲 還會在標 好827要跟你講 那馬斯克為什麼要罵蠢 因為馬斯克做鋰電池的嘛 他當然不看好什麼 他當然要把這個氫電池把它壓下去嘛 但是你要知道氫電池 基本上鋰電池它沒辦法裝在火車上面 沒有辦法裝在輪床上面 因為它的體積太大了嘛 它還要充電還要花很長的時間嘛 所以我為什麼跟大家講說 鋰電池它有一個問題存在啊 這個問題基本上它沒辦法解決啊 所以為什麼要氫燃料電池 因為氫燃料電池它只要加酒精就可以啊 所以你看到或者加氫氣啊 你看德國耗資828 德國耗資271打造氫燃料列車 你看這個列車是氫燃料列車的 德國已經在做了 有沒有 是不是一路上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這個氫燃料氫燃料電池 氫燃料這個所謂的未來的這個產業 濾氫這個產業已經開始在發酵了 那你看8月29號大陸各地氫氣產業 產業鏈的規劃概況 大陸的氫氣產業爆發元年 你看到爆發元年第一年而已 那你看這個北京多少 北京2023年2025年500億1000億 上海1000億 廣州呢2022年2000億 2025年6000億 2030年2000億 河南呢2025年1000億 你有沒有看到 而且這都屬於大城市喔 接下來四川呢 接下來其他一樣是一線城市的呢 他們如果要發展這個輕能這個產業鏈的話 基本上都幾億幾百億幾百億的像加下去呢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產業未來是造元產業 不是只有幾億幾億的 現在只是爆發元年而已啊 8月30號再告訴你一次 你看 8月30號今天喔 你看這最新的喔 輕能汽車產業處於規模化的潛業 什麼是規模化潛業 潛業這兩次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黎明前的黑暗 也就是說這個產業快要見到光明了啦 為什麼 因為中國氫燃料電池器的成本正在下降 你看 8月26號再告訴你一次 當時股價的90塊錢啊 我說大家都想要賺五成一倍 為何只有我們做到 我當時跟你講高利還會再漲 好 你看今天8月30號高利再漲點 如果用漲停板來算 漲停板來算它10根漲停板 10根漲停板 你說會輸其他的標股嗎 我在節目上有沒有跟你講 我說這檔歌舞它第一個 它沒有每天跳過用漲停板 它讓你買得到賺得到 你只需要說一個老 你有一個老師在旁邊告訴你 這檔歌舞你要買進 你要報勞 你不要賣 趁它拉回的時候持續再加碼 所以這檔歌舞基本上我們的舊貨員 賺的是比較多的 那新進貨員我們一樣 持續做一個買進的動作 所以越早上車人是不是賺越多 那你後面上車人也賺到啊 也是賺啊 可能賺個兩根 賺個三根吧 對不對 你最後進場的可能賺一根嘛 但基本上你只要有上車人 是不是全部賺錢 可能很多人都會講說 哇老師你高利已經漲六成 漲七成上去 漲八成了 還可以買嗎 可不可以買你自己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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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產業可不可以買你自己看嗎 漲了百分之一百了 這一檔歌舞我可以講 我直接可以告訴你 我是唯一從第一檔無人問金的時候 做到熱門的標股 做到現在變熱門的標股 我在第一檔區告訴你要買高利的時候 是無人問金的 沒有人知道高利會漲 會漲一倍 沒有人知道 當時我在節目上跟你講 這檔歌舞有主力大戶進去的 我有跟大家講說 主力大戶進場的股票 你不要去管它後面 為什麼 它先三成起跳挑戰五成 後面會有機會漲到一倍 那後面一定會有一些故事跑出來 所以我在8月1號 有沒有跟你講說 氫燃料電池的故事要出來了 今天8月30號了 你看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 又漲多少了 看這兩個我漲一倍了 如果下次還有賺五成賺一倍的機會 你還要錯過嗎 我上禮拜就跟你講了 我說你去好好思考一下 全市場大家 每個人包括你 大家都想要賺五成 大家都想要股票能夠賺一倍 300萬我賺300萬 500萬我可以賺500萬 就1000萬了 大家都想要賺一倍 那為什麼只有我們做到 我上禮拜告訴你 請你好好思考這個問題 到底差別在什麼地方 到底你跟我的家族或朋友 到底差別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我們的會員可以賺這麼多 為什麼你賺不到 那如果還有下一次呢 還有像這樣子股票呢 可以讓你賺三 賺五成賺一倍的機會 你還要錯過嗎 好接下來請你注意到 馬斯克說什麼 這個我覺得不重要 開採遊戲我覺得不重要 重要在這個地方 他預言2035年80%的汽車是電動車 80% 告訴你一件事情 車用的電子基本上 還是產業的前端 所以你看 這檔個股你看到 有沒有看到 他之前從這邊往下跌的時候 跌到這個支撐線 這個好像是一個長期均線 這是周線 跌到這裡的時候它是不是纏上去 所以這條均線是有用的 有效用的支撐線 這條均線是有效用的 那正式跌破以後它反彈呢 因為它跌破以後 反彈變成一個什麼 跌破變成壓力區的 所以上次碰到這裡是不是掉下來 那碰到這裡是不是掉下來 所以這條均線是一個有用的均線 它是按照這條均線在做的 你們看到這個主力大貨 所以你看到最近這幾天開始怎麼樣 開始站上這條均線上面了 所以我告訴你均線開始正式突破 而且由空開始翻多了 所以這條均線告訴你後面 我認為機會很大 認為機會很大 所以我再問你跟投資朋友講一次 如果下次還有可以賺五成賺一倍的機會 你還要錯過嗎 好好把握機會 080037088 080037088 祝大家超順利 我們明天見 謝謝 謝謝 同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